雨林很大 生活更大 而小小的刺猬并没什么怨言 因为它不知道怨言是个什么动物 在马达加斯家岛上的热带雨林里 生活着这样一群染了黄毛的刺猬 生起起来就像超级赛亚人 这是马岛威 张相比名字还要习惯 体型比一个巴掌还要习 虽然体型不大 但体内却蕴含着相当逆天的名利 仅仅是出生两个月 小家伙就已经能当妈妈 而且雌性腹部 有多达29个骨头 最多能生32只幼子 放在整个动物界里 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就连猪都不敢这么少 马岛威的新陈代谢很快 每天都要吃掉三四十条蚯蚓 灵敏的鼻子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武器 而今天是这只小马岛威独立生活的日子 四周时间 它跟着妈妈一直在学习生存技能 现在正是敞当江湖的最好年纪 可雨林中的危险无处不在 每只动物都配备了秘密武器 这是他们千万年来所磨练的生存技能 为了活下去 小马岛威必须发掘出自己的血脉之力 但是要在它吃饱之后 小马岛威不胜羽状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它的子 好在它意外发现了一个地道 简单查看了一下是个好地方 只需要稍作装修 这地方就是它跟未来宝宝的家 在它忙碌时 树上的狐猴盯上了一个 浑身都是腿的妹子 想要将其据为己有 这是一条千族虫 雨林中的大部分动物都不敢与它接触 听说跟它亲近的动物 不知怎么一个个都倒地不起 除了这只狐猴 它将妹子按到身上来回摩擦 还时不时轻咬几口 看起来十分耸敞 不打扰它们的美事 马岛威已经出门回来了 不过它看起来十分忙碌 原来是它迎来了自己的三只幼儿 这些刚出生的小马岛威 非常喜欢抱团取晚 在未来的几周时间里 马岛威妈妈将把生存的必备技能 全部交给孩子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每当夜晚降临 就该是大人之间的刺激时刻 比如看恐怖片 夜晚的热带雨淋漓 总是比白天还充满危险 这只觅食的小马岛威 正在专心地缩着秋影 但它却误闯进了树莽的行进路线上 它的视力极差 不可能提前察觉到危险的逼近 而树莽可以通过空气中的气味分子 追踪到猎物 等到达一定距离时 树莽就会切换为热源模式 从寒冷的环境中 精确定位到猎物的方位 但仔细想想 这只猎物可能有点渣嗓子 最终还是选择去树上碰碰运气 而在树上的某个树栋林 窝狐猴妈妈已经起床 它的四只宝宝都还半睡半醒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从白天到现在 窝狐猴妈妈还没有进食 所以它得去弄点早餐吃 在幼崽梅长大独立之前 一切都需要依赖这母亲 窝狐猴是世界上最小的 灵长类动物之一 每天它们都需要很多的能量 来满足自己身体的日常消耗 窝狐猴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依靠其强大的势力 它能轻松在树林间辗转层路 一跃就能跳过自身八倍的距离 经过几次的赶路 窝狐猴成功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群花春 它们能伪装成花瓣的样子 来隐藏自己 但在窝狐猴面前 它们都是花架子 不过窝狐猴对它们的身体并不感兴趣 它想要的是花春排出的分泌物 花春依靠树木的枝叶为食 能分泌出寒糖的小水滴 在窝狐猴的抚摸下 它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这寒糖的小零食不过是开胃材 窝狐猴妈妈需要更多 才能保证它和宝宝都能生存下去 武器越怪 死得越快 人类除了现代的热武器外 什么刀枪剑戟 俯越勾插 都是人学会使用工具后演化出来 对其他动物来说 可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千万年来 它们就只需要打磨自身就可以了 比如包子锋利的牙齿 跟蛇的巨蟹 而其他小动物的花样就更多了 就像这只幽灵螳螂 除了有跟普通螳螂一样的攻击能力 它们的身体还进化成了枯叶的样子 这是大自然中最优秀的武器 还能靠这一点 来等待猎物的上门服务 只要它不动就没人能发现它 当然 即使是顶级猎食人 也有失手的时候 不过它一只小小的昆虫 但它没有第二次机会 这只变色龙将一切尽收眼底 小样 还想在我面前装无事发生 快到嘴里了 我操 森林中的战争旷日持久 动物们的军备竞赛一直在继续 马达加斯加倒得吹勾腿 显然要更聪明一点 欺软怕硬的它 并没有去抓这只变色龙 所以还是小蜥蜴更好欺负一心 它需要更多食物来喂养牛鸟 它还不能停下 这只马倒卫看起来十分不错 但马倒卫的刺对于雏鸟来说太危险 于是它又缠上了叶维手工的身子 但它不知道 这只叶维手工是这一代的陶头大师 只要它趴在合适的树上 身上的纹理就能帮它融入环境 灰狗嘴局又弄丢了猎物 但它不会放弃 还在四处查看着 谁在大摇大摆地展现神坛 这只枯叶变色龙正在处队下 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暴露 需要足够小心才能避免被灰狗嘴局看着 只有等狗嘴局离开 它们才能犯正事